据俄罗斯卫星网4号援引美国白宫的消息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命令将2014年因乌克兰问题所实施的对俄制裁再延长一年 白宫在转交国会的通知中写道 在2018年3月6号对俄制裁到期时将其有效期再延长一年 特朗普在其命令中提到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和政策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极大威胁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地区经由公投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 美国指责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开始对俄施加制裁 后又以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 以及俄方涉嫌干涉美国选举为由加大对俄制裁力度 俄美关系持续恶化 俄民集中 俄罗斯提杰 俄罗斯廷 俄罗斯提换 俄罗斯提杰